星期五晚在何敏田公主道 發生警方持槍截查可疑車輛事件 今天再有影片流出 其中一架在現場的私家車 拍下了驚險的一刻 有甚麼東西嗎? 對 你不要… 我拍照… 正在拍照… 我在拍影片 不要動… 有火機捲了車底 你不要開槍 你不要… 你不要動… 不如不要動… 大家不要動… 對…不要動… 神經病… 嚇死了 但我們的車怎麼辦 一包包車… 你不能賠償 試發之後 很多人都很關心 發生這樣的事 被撞壞的私家車 有不能賠償保險嗎? 第一 如果這架車自己是買了傳保 或者是綜合保險 那它可以直接 跟自己的保險公司索償的 因為傳保來說 是拋了它們的車身的損壞 如果第二類 就說它買了只是第三部 那第三部的汽車的損壞 只能夠追撞它的車輛 它撞它的車輛裡面 有兩個人都有權去追 第一就是車主 第二就是司機 不過說到要追究涉事司機 機會都挺渺茫 它都隨時會坐牢 想追也挺難 有人歸咎警方 在現場進行車輛分流 似乎有用現場車輛作人肉路障之嫌 問是否可以向警方撒償呢? 警方就解釋 當時並非截查車輛 而是監察可疑車輛去向 是它自己撞過來 所以警方並沒有責任賠償 不過就建議大家 可以嘗試向租車公司 撒償第三者保險 但是行不行 都是未知之數